柔佛三河港灾情拉响警报 不扰灾区由于水位过高 使得粮食无法及时运送 现阶段许多灾民只能靠面包和干粮冲击 就算有志愿团包办熟食 奈何僧多粥少 那边的粮食也是面对问题 因为主要的现在蔬菜 煮菜的东西 不是每一样已经到位 因为刚好很多蔬菜碰到水栽也是出了问题 还有运输方面它无法提供给到沙河港 所以是很多种种上的原因 所以昨天我去那边观察 它提供的食物大概只是到2000分左右 三河港新村村长孤锦荣透露 尽管有热心民众捐助米粮 但是开销庞大还需要更多善心人士捐款 才能把食物送到灾民手中 至于村里的水电供应 村长透露 尽管水管已经修好 但是由于水压不足 有四成的村民依然受到影响 另外由于村民担心水位过高 所以撤走了发电机 至今缺乏电工 但是因为我们来说 有一个人的村民 我们来说 你们有一个人的村民 那边的人 我们来说